那當然接下來把焦點是放到了Gin家了 如果說等一下藍寶貝ban的話 他會拿出怎麼樣的一個角色 我記得他蠻man加文的 你說Gin 你怎麼下 沒有啊 我就附和你啊 不是啊 我覺得他沒加 你說的對啊 等一下我看他有沒有機會可以秀人 等下 變成你笑得最開心啊 你笑得也蠻開心的啊 因為我喜歡播放 我很喜歡 PCS讚啦 播放最棒了 前一把有看到 球女加葉曲其實大團 效果還不錯 確實 我們看BP 我們看BP 我思考了一下 我覺得他這裡首選法洛斯 我覺得選得不錯 選得不錯啊 怎麼了嗎 選法洛斯啊 前一把打得不錯 這把就繼續 對 這把繼續選 Betty也很喜歡玩艾希 還是他們可以玩艾希 好運姐 6級後 超級強 你說射到之後直接少射 對 一個combo的配合 之前看是 射後再射 喔 這麼會射 一直射一直爽 而且這個配合 配葉曲又很強 因為對面看不到 這樣是 關燈開射 你小心 沒有啦 就是我們說這遊戲嘛 對 它關燈之後 對 射出它的冰箭 喔 雷姿 他們這邊有做調整嗎 凱特你 不要配強開 但這個下路線組合也是很兇猛的 對 雖然說葉曲打李欣 我記得是蠻好打的 但是前面如果碰撞起來 欸 勝敗被抓到了 勝敗怎麼不跑去塔下 怎麼跑去 也跑到塔下了 有點 至少 俊佳路過 哇 而且還Q到兩個人 下路雙人線都還只有一等的 連玩葉曲都要刷輸出 好像三分鐘都要一層了 而且在鏡像位置 相同的畫面 阿茲又在亂人 而且又被對面升級 三等打兩等 阿茲火鳳形態 你玩勒班的燈帶 喔 逼出閃線了 喔 一打二 閃線走阿茲還有扁人 但Q技能有命中 對場是gag 喔 下半步好像有一點脾氣 逼出了PSG的下路雙招喔 反而是HPS這裡一招沒交的 喔 抓到機會了 那應該是瑞空有抓到機會在塔下 有可能塔下抬到 對 對 射了一個應急長空上去 看一下對方的位置 是有偵測到的 不容易喔 對 他打還是很痛 李鑫也在路上 後面的萬箭啟發 是有順便射到後面的gagg 哎呀 無敵 緊接著 這虎效容易往前一踢 但俊佳有個護盾 規避掉了這一波的傷害 一發的破甲箭也只能把俊佳射到半血 不過李鑫如果這一波沒有gank到的話 閃現硬台無敵是有反應過來的 有防備到對方想要 閃現QQ 閃現 沒有 最後是直接QQ Q到手殺 又落在了HPS的身上 就要看他想要飛哪 我覺得最有機會應該就是下或中了 下路可能要等到把血量壓低之後 想要飛上 俊佳7分鐘上6 Darkness 開飛 開衝 ICU回血 應該可以吧 這波就要看一下了 JJ位置還是要小心一點 沒問題 但阿卡莉也在路上喔 這波有機會可以切嗎 一技能先交 有掛到 離群手裡劍 飛不飛 飛進去 開煙霧彈無暇追擊 啟動 準備要繼續的刺殺 Maple被灌到了半血 但這一波的大絕 也準備要來到此為止 哇 瑞空這個台很關鍵喔 如果他沒有台到Maple繼續打輸出的話 有可能就把JJ收掉 擺身虎算容易再踢 R閃 踢回來 扭轉之鏡也是要開到後面去了 Maple進入了殘血 但是還沒有台到 緊接拉Maple 落在了聖敗的手中 但後續俊佳也是把人頭給換了回來 這裡無敵準備要開始輸出 凱特琳正在路上 HPS他們是三打二 不過現在要變成一個三打三的態勢 往前一板綁到俊佳 俊佳差一點死掉 卡聖君 納下了這顆人頭 後續來自Betty的鎮暴射擊 普光打在了卡聖君的身上 但接著要再換無敵 沒有換到Betty的一個普通 然後還有冰箭 射在了聖敗的臉上 變成Betty 拿下Double 再拉掉Betty其實是來不了這戰場 還是極了 這裡R閃 這邊EW啊 跑不掉 然後這邊變成拖太多時間 夜群一直在打輸出 而且Betty下路現在才開始跑 導致到這個團戰打了這麼久 然後Betty才能輸出 不然這波他們一定是一面倒的 對 其實在這裡看起來 都是HPS有機會可以獲勝的區 這裡把俊佳擊殺之後是三打二 對 而且這邊JJ是有擊殺 那他攻速其實會變很快 這邊比較可惜 Woodie沒有把Woodie殺了 然後Woodie升六 一發大兵箭 對 直接讓Betty跟Woodie carry 該走的該走 走的走的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沒事 不是該走 是該DW 蟲蟲危機 這蟲開始不斷地在騷擾 Mapple也正在路上 四蟲 有了 TP過來了 HPS想要來接近看這一波的團戰 想打 一發的兵箭又是射在了對方的臉上 然後變成是Mapple的一個進場 已經快要融化 緊接的話變成是Mapple 落在了嘎吹吹的手上之後 後方一把王牌四手直接拒了進來 夜曲拿了一個Double ICU進場想要開啟 開啟了一個領域 領域展開 後面一箭再飛了進去 夜曲直接拿了跨抓去 我夜曲拿了四連殺我的天 對 而且他們配合都很好 兵箭直接射在了追追臉上 但追追表示 我這把破甲就是什麼 保底輸出 對 這邊剩下就打得好 他直接是EW到Mapple 所以Mapple就算是在煙霧彈裡面 是被看得到 對 還能輸出的 接下來再打 變成是夜曲的時間 一直A一直爽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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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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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哥 唉結果他夜曲傷害也是超高耶 這一波直接打了2717喔 過分了 打很多啊 竟然把我們Mapple的412 他知道Mapple老了 他來站出來 這時候我們要接棒 對 接棒 Mapple 你的棒子就交給我吧 我就是說就是 我傳承你的傷害 你這個傷害 把棒子給他了 對 這把傷害的重任給扛了下來 末好末牌 這波輸出是打得很高的 喔 勝敗 這裡的推線 阿茲過來 夜曲也想飛 暈住 扭轉之境想走 但兵艦沒有命中 那應該就是斷不了扭轉之境了 拿到跑速就可能這個距離有拉掉了 對 他那個相位衝擊怕不起來 不過下半部也想打 聖誕登場有抬到 搭配的是尬GG的破甲箭 直接G掉了無敵 但Betty也想射人喔 尬GG幾發的破甲箭還挺痛 但Mammo從後面的側切 王牌是從一發沒有拘死 JJ Mammo三個都打一打打一打 但都沒人死 對 而且這邊看到無敵的TP下路 而且夜曲也在靠 夜曲 好像夜曲 哎呀 哎呀 夜曲沒有大絕 看到了是夜曲 但接著的話要成為ITU的惡夢 想要來換俊佳的人頭 開啟了一個領域俊佳交閃線 最後沒有換到無敵把人頭斬落 賺爛賺爛 那個夜曲超多錢 對 這時間就是 隊友你們在幹嘛 欸 他被卡住了 欸 這是不是 這好像有BUG再要暫停了 這個我之前遇過 我之前撥PC的車 他QQ進去了是不是 對QQ進去 然後被User撞出來 哇 這個我 然後會卡在牆壁裡面 那我們回溯 下路那個Gank 再來一次 完蛋了 這個要弄很久 哎唷 哎唷 4 for 小V 2020 2019 2019 對 2019 就是很沉重的那一年 這個就被撞進去 被User撞進去了 哇 哇 欸 這樣子 他好像技能也不能用了對吧 但是他就出不來了 不能再QQ出來 也不能打BU演 沒錯 他很想要PENTAQ 但是他們有時候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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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夠了夠了 我們點到為止 喔 一發的兵劍 遠方是有打中 搭配的是王牌射手 超遠距離的狙擊 摸個眼 但最終還是被Udy給狙死 這我們在上半場的比賽 其實也有看到類似的一個狀況 這極緬的阿卡力發揮相當恐怖 這裡想要抓個俊佳 遠端的一個控制 葉曲開了一個大絕 反身的話 是飛到對方的後盤 但自己蒸發 六顆人頭的葉曲 這裡遭到了Shutdown 還有一台車準備要開過來 這是直接閃現下去 對 而且 有人看到鬼BOSS是ICU 我來了 要來抓人 無敵看起來是在捷難逃 阿茲過來說不要碰我的輔助 這一波PSG想要來打團 一個E技能直接暈淡Maple的一個進場 瞬間秒掉了李星 接著還要持續的貼近 Betty在一個很完美的速度位置 又是一棒的爆頭 直接射下了對方關個人頭 阿茲還要在進場 跑得飛快 跟不上他的速度 但嘎追追也是趕緊交出了閃現逃亡 不過後續Betty直接跟著閃現 拿下Double Kill 哇 葉曲沒盾的時候 他就很好過來魅惑 葉曲直接飛 嘎追追有點危險 超多的技能直接飛了進來 這裡想要幫嘎追追來報仇 不過ICU交出了飛燈走線 俊佳也是交出閃現兩個TP 同時要下來就是來自PSG的TP 還要回身開燒 又是一個鳳凰型態操場直接 絕頂升天 Maple瞬間拿下Double 但俊佳偷偷走過來 還是我們換一個人 現在突然發現好多人要抓哪一個 哎呀 被照到了 哎呀 都不抓啦 閃人閃人 無敵 兵劍 這兵劍 就是一個鐘都在右飛尬追追啊 追追表示不要再飛我了 不要了 你們不要鬧了 一個R再把俊佳給踢了回來 破甲劍斯打了俊佳半醒 他背力更痛啊 兩邊在比傷害了 這個火力展示 看起來傷害完全是不成正比 Maple在空中 兩段式的一個滑行 俊佳在馬人頭添火 關鍵齊發繼續的開射 然後再往上漫步繼續的突入 又飛啊 又是JJ 你們太針對了吧 那看起來現在要比誰才是最強 又來到俊佳 現在是幫JJ報仇的時間 俊佳能夠撐住嗎 這又是沒有辦法 然後扭轉自己高歌離行 哦 美波來了 飛雷神 飛到裡面他直接被踹了 不過他有驚人 可以再拖時間 凱特琳一發用時間 把對方的人頭給收下 下來的話勝敗 看起來也是賽節難逃嗎 現在掉到半血 太皮了吧 Maple 這個也敢飛過去啊 超級飛雷神 飛了很遠的距離 然後ICU是突然間就生發了 哇 看起來 人不見PSG在25分鐘 準備要來結束這場 長時間的大戰 打了兩個小時的這一把 打了兩個小時的戰役 終於要在這裡 跨下去點 隨著所有人都已經正亡 基地裸露出來 PSG2比0 那下的這場比賽 那下的這場比賽 那天 Maple有路過 剛剛有跟他小聊 他說累了 累了 他想趕快結束回去休息 我感覺得到 我感覺得到 PSG他們 在最後一波的時候 你有看俊佳他是有大都飛啊 對 他那個大決 你有感覺到他是CD一號之後 我不管 我一定要找一個人飛 對 因為他們知道 HPS完全不怕 你飛過來 我就跟你打 那俊佳直接一個人飛四個人 那對面真的追出來